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官方在外服的宣传片中 还直接通过圆钉戏弄杰克的剧情 给杰克没头发一个正面的特性 所以为啥要戴帽子 因为没头发 千万别低头 帽子掉了 骨头就露出来了 官方女槽最为致命 不过后续为了挽回杰克的形象 杰克上线了不少有头发的皮肤 包括理发师 谁敢再说杰克没头发 就把他抓过来撸头发 第二个是小丑 万万没想到吧 丑黄居然躺枪了 很多时候 大家都不会注意小丑的头发 毕竟小丑的亮点都在他的冲刺上 大家都知道 小丑会飙车 但从没见过小丑 在飙车的过程中 假发飞掉了 所以很多人都不会想到 小丑是秃头 然而又是第五人格 官方大大 在宣传片中给了小丑 秃头一个大大的特写 在剧情动画中 小丑的帽子飞了 他的秃头露出来了 空军小姐姐一枪 把小丑的帽子 崩飞了 打人 打帽子 不讲武德呀 平时为啥小丑飙车时 帽子不会飞呢 估计是粘上万年胶了吧 看到小丑的秃头 终于明白了 第五人格官方策划的情怀 那个官方账号上的签名 是变秃了 也变强了 原来变强的捷径就是撸头发 不正经的理论增加了 第三个是佣兵 奈布 关于奈布到底 有没有头发的争议由来已久 有人说有头发 有人说没头发 要是有头发 为啥整天戴着头罩呢 不过后来佣兵 也上线了许多有头发的皮肤 以此挽回了形象 所以说佣兵没头发 毕竟没有正式的官方说法 不过 杰克和小丑 是真的被官方玩坏了 直接在宣传片 中特写兔头 明白了 因为变脱了 也变强了 所以成就了两个强大的庄园监管者 佣兵因为 还是求生者 所以头发还在 你们还知道哪些角色 被传是没有头发的吗 如果你们有头发 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 不评论的 会不会是没有头发的呀 两只乌龟 两只乌龟 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没有鬼 可还带着兔耳朵 真奇怪 真奇怪 哈哈哈哈 哈哈